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我们一起看圣经好好看 约翰福音第十一章 第一章让我们看到 耶稣听到了他的好朋友 拉撒路生病了 他却仍然待了两天 等到他到的时候 拉撒路已经死了 拉撒路的姐姐 马大跟玛利亚 起来跟耶稣说 耶稣你应该早来这个地方 我兄弟必不死 而我也相信他末日会复活 但耶稣却说 耶稣就是复活 耶稣就是生命的 新耶稣必定永远不死 而人面对死亡充满的是眼泪 认为他已经死了 已经臭了 但耶稣却说 出来行走吧 好奇妙 拉撒路就复活了 要引起很多 这些攻击的人批判 不但批判耶稣 甚至连拉撒路也要杀了 从这段新闻 让我们看到人的眼光 跟耶稣的眼光不同 人看到的是过去 如果耶稣早来就好了 未来他如何如何 但耶稣看到的是 现在生命的大能要彰显 人面的生命最终看到的是死亡 但耶稣看到的是复活 这是我们的盼望 我们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您 您就是复活 您就是生命 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你 经历到死里复活的大能 不管今天在我们个性 习惯与人的关系上 在哪里 已经在黑暗醉了死亡中的 让我们在那里 经历复活的大能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嗯